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朱培兹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注 还记得昨天高雄是被雨淡狂炸 淹水沉灾 当时有一名36岁的林姓女子她骑机车要上班 结果在岗山区的一个施工沟区就不小心衰落 然后被洪流冲走 不幸罹难 家属现在非常难过 也很生气要向市府申请国陪 说当时这个施工区域就是因为没有设置这个警告的标示 才会这样害人 现在希望相关单位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而这场中南部的大雨 今天终于是有稍微趋缓了 清晨虽然说还是有雨 不过目前暂时没有再下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 接下来明后天受到科罗沙北上的影响 也带动了西南风整个增强 中南部又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 不过另一方面 桃园以北却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 南北天气差很大 继续镜头来到香港来关注反送中 先来看当地的机场呢 已经被部分瘫痪 进入第三天了 就在昨天晚上有示威者怀疑中国公安是冒充游客混入人群当中 把这名男子给团团包围 用塑胶手扣上铐还动粗 最后上百名警力抵达 强行把这个男子送上救护车 但是过程当中跟示威者爆发了冲突 现在香港机管局已经取得了法庭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违法干扰机场的正常运作 好 我们刚刚看到香港现在还是非常混乱 中国到底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呢 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推特上面说了 美方的情报部门已经告知 中国政府正在调动部队要到香港边界 之后也接受记者访问 他就呼吁说各方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而且希望可以没有死伤 但就在这么敏感的时刻 美军一度向中方提出要求 说要派两艘军舰访问香港 结果是遭到中国官员拒绝 推动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公民团体 今天北上跟环保团体合作 竟然要接棒传承 就是因为在25年前 韩国瑜他是第一次被提案要罢免的 永和立委之一 但是当时选举公报上的答辩数 是一片空白 也获得了37万多票的最高票 这一回罢韩联署公民团体 已经募集到大概20万人 目标是从30万份 预计12月26号送件 到时候只要有大约57万人同意 而且同意票超过不同意票的话 那韩国瑜市长就必须下台 不过说到市长韩国瑜 他现在还被民众爆料 说周一这高雄桃园纳马下去 因为大雨宣布停班停课 但是市长一直到了上午11点43分 才出门上班 就被执意说 是不是前一天去南投跑选举行程 太累了睡太晚 甚至在8月8号 莫拉克风在1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天 韩国瑜是被看到 一直到下午1点多才出门 网友批评 这根本是史上最爽的市长 来看韩国瑜怎么回应 而连续几天台中也下大旅 还淹水呢 有一个邮差啊 冒雨送信 不小心就连人带车摔到淹水的农田里面去 还差一点灭顶 不过这个邮差脱困之后 没有回家休息 反而是在下水 把这200多风重达20公斤的邮件 全部又统统捞起来 然后带回邮局 用吹风机把这些信吹干 再把这些邮件一一的送到收信人手中 这样经验的精神让民众大赞 下邮局也要计假假 最近天气炎热 就登革热疫情不断 现在就连新北市的中和区这里 也爆出了第一例的本土型登革热病例 这个感染的民众是位在袖井里的40岁男子 潜伏期间他们有国外的旅游室 研判可能是在住家或是活动地周围被感染的 8月6号开始 发病 那经过三次的就医 被通报出来 那在经历确诊 那因为他是一个冷气装修的人员 他主要工作装修的地方 是在新北市市区 另外他有去公司的参谱是台北市的文山区 他住的地方是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 所以他有关确切的感染源 目前还在做疫调当中 好 目前已经掌握 这接触者一共有8个人 其中一个人呢 曾经在8月5号的时候 出现发烧的症状 已经裁剪送验了 而卫生局将在疑似病例附近的地方 来实施预防性的朋友 其实要提醒爱美女性注意了 追求丰满的胸部 这熔辱方式一定要胜血了 像是高雄 旧医院的整形外科 在一年之间 既然有5个中年妇女 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使用俗称人工脂肪 这样的奥美定来熔辱 造成现在胸部整个不是疼痛而已 甚至还变形 赶紧开刀取出 其实奥美定过去在坊间的美容院 或者是中国非常的流行 不过现在国内 已经是全面禁止的了 因为里面的化学物质 会有致癌风险 连杠46起的威力彩 累积奖金高达了20亿元 终于在台南成功路上的 彩券行开出来了 一注独得抱走了高额彩金 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给盯上了 这脸书上有一个粉丝专业 您可能也看过 打着跟中奖彩券行 一模一样的名称 宣称只要在贴文底下 留言恭喜发财四个字 然后分享 就有机会抽中得奖者 匿名要捐出来的 宾市轿车两台 不到半天的时间 贴文底下就涌入了 五万多名的网友 想要一元宾市梦 不过这一切其实都是假的 就是诈骗集团要窃取个资 还要来看这桃园机场 第二行下的扩建工程 被检掉发现了 这桃机的工程处处长 竟然利用职务之便 涉嫌向厂商的索贿或是收回扣 步伐所得高达了好几千万 调查局人员 布线两年时间 动员上百人 缤纷夺路 终于掌握有力证据 这林姓处长跟承办人员 也被申请击压 现在经济不景气 很多房地产纷纷变成了法拍屋 也让法拍市场 现在是越来越热络了 法拍部的执行署 现在还推出免费的 法拍投标 流程教学的课程 没想到这100个名额 竟然是在两个小时之内 秒杀爆满 来参加的民众都说 可以学到这个投资法拍屋 然后又可以避免掉入法拍陷阱 相当值得 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还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立法院前院长王津平 结盟的态势 似乎是越来越明朗了 昨天郭台铭就被问到说 跟柯文哲合作吗 他回答说 一切以柯文哲说的为准 那么三个人见面的时间点 预计就落在这周日的上午 桃园合体现身 但是郭台铭幕僚说了 其实目前还没有任何参选的规划 一切都顺其自然 博下台湾本土政党 公开支持2020总统大选 蔡英文总统连任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主席 陈南天就提到了 从香港的世界就能看出来 中国没有人性 要支持维护台湾主权的蔡英文总统 包含是激进党 社民党以及五党派 统统是联合支持 独派公开挺蔡英文 这是不是也代表 民进党逐渐整合了呢 陈南天说 其实台湾团体非常多 要互相帮忙 继续是跟您切身相关的 这基层劳工跟打工族的 基本工资到底涨不涨呢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今天上午登场了 劳工团体喊出 希望可以一次涨足 至少5%这样的诉求 不过工商团体 是以美中贸易战景气不佳 这些理由 希望可以抗涨 那么整体的结果 预计最快下午就会出路 外邻总理 今天午间的新闻重点了 这几天中南部大雨狂炸 今天终于稍微趋缓了 但是要提醒您 接下来明后天 受到科罗沙北上的影响 带动了西南风变得更强了 中南部恐怕又会有 豪雨等级的降雨 要特别注意了 另外是美国总统川普 13号在推特上面说了 美方的情报部门 已经告知 中国政府正在调动部队 到香港边界 美军还一度有向中方提出要求 说要派两艘军舰访问香港 结果是遭到拒绝了 另外是不少女性会追求 丰满的胸部 但龙虎方是一定要小心了 高雄就有医院的诊型外科 有五个中年妇女来求诊 当时他们都说 他们是年轻的时候 曾经使用过俗称 人工脂肪的奥美钉 造成现在有胸部疼痛 变形的困扰 只能开刀取出了 另外是桃圆机场 有二行下的扩建工程 是被检掉发现了 这桃机工程处的处长 利用职务之便 涉嫌向厂商所汇或是收回扣 现在这个处长跟承办人员 也被申请积压 另外是基本工资 审议委员会 今天上午就登场了 劳工团体喊出 希望可以一次涨足 至少5%这样的诉求 不过工商团体 当然不希望提出抗涨 整体的结果得要下午的时候 才会出炉 好 继续要来看是总统府 今天举办了家庭日 蔡英文送上一个人5000块钱的红包 顺势要推销他的政策 表示说减税减轻了年轻家庭的负担 也期待同仁可以越升越多 如果这个总统府的生育率 超过了平均值 超过的话就会计家奖 但没有超过的话 总统说他自己会反省 大家都知道鸡虽然有翅膀 但是飞不太高 不过在宜兰有一间小吃店 这台风过后开店的时候 竟然在店前面的树上面 发现了一只流浪鸡 到底是怎么上去的 老板说原来这只鸡 为了躲猫狗的攻击 晚上会飞到屋顶上的电箱 睡觉躲避 成了当地奇观 13号在台北市 发生一起一次债务问题 这富人竟然被一名男子徒手 给戳伤双眼 原来是富人老公跟嫌犯 曾经一起在同间公司 担任前后任的董事长 结果嫌犯认为是对方私吞公款 但是提告却是不起诉处分 才会让这个解信嫌犯预谋上任 前国策顾问金美玲 今天受到了民进党的邀请 回到台湾 跟新世代陈博为对话 谈到当初帮柯文哲募款 现在他去自组政党 后来又说了两岸一家亲 他决定不再理会柯文哲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两个多月以来 最后竟然变成了血腥镇压 导致很多年轻人是被捕 还有受伤 台联今天上午就到香港 驻台经贸办事处表达强烈谴责 川普政府计划9月1号开始呢 对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不过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了 美国贸易代表署呢 13号宣布延后9月1号 对于中国部分输美商品 10%的关税 那么其中手机啊 还有其他的电脑 这些中国电子产品呢 将会延后到12月15号 再课税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川普坦白的就向记者说了 就考虑到接下来圣诞节的采购季 不希望加征关税的措施 影响到美国的消费者 延迟征收关税 也激励了美国股市 收盘的时候 都从纳斯达克跟标普三大指数 全面走秧 近头回到国内 用在地特色推展经济 花莲泰鲁阁的达吉利生活节登场了 动员了整个部落的人 邀请游客一起加入 体验的课程 从抓山珠的陷阱 到缤纷的编织 每一样其实都是智慧的传承了 而另一边在台东 金曲歌手舒米恩 则是一首创办了 阿米斯音乐祭 用音乐翻转 家乡都兰的命运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台湾几乎看不到红包场 早期是模仿上海歌厅 客源主要都是老荣民跟阿兵歌 这种形式的歌厅 历经岁月的洗礼 超过50年到底是怎么衰落的 其实红包场的存在 隐含着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 夏天吃凉拌竹笋很清爽了 但是有很多人吃了竹笋之后 出现了呼吸不舍或是过敏症状 最主要医师说了 这是因为竹笋本身含有天然的清酸毒素 如果说没有煮熟就吃 可能会引发呼吸短促 静软甚至昏迷 马上来关注台股的最新行情 目前涨了97点 指数来到了10460点 及时成交量是1142.89亿元 至于在台币会市的部分 是升了20.9分 来到新台币31.297 对1美元 南欧的希腊最近几个夏天 都发生了山林野火 今年也没有例外 过去三天之内 希腊消防员铺救了182场野火 根本是疲于奔命 位于希腊南部的艾维亚岛 因为有大片的松树林野火难以控制 有两座村庄被下达疏散令 艾维亚的野火总共动员了200多名的消防员 超过10架消防飞机投入救灾 不过农烟还是笼罩 大约100多公里外的首都雅典上空 去年在雅典附近 滨海度假圣地 这里的野火造成了百余人死亡 这个马地震几乎全部灭存 一起来关心天气 今天凌晨到上午 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跟陆海风 符合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很容易是有短时强降雨 而且还有局部大雨或是好雨发生的几率 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震雨 不过还好到下半天之后 雨是开始就会趋缓了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时勤 午后山区跟近山区的平地就要注意了 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要特别注意 而另外目前刚好是大潮期间 这低洼地区要特别防范淹水的问题了 还有在温度方面 桃园以北还是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 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 北部东部南部跟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 至于台风科罗沙就在今明两天会持续地开始影响到日本的天气 所以要到日本的观众朋友 也要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欧洲最近天气非常炎热 北马其顿这里就有一个动物园 特别替云里面的大象洒水降温 要对付酷热的天气 新闻最后一块来看 同时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朱培兹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